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傍晚回家路过华山 在山谷里迷了路 心里非常害怕 忽然他看见一见地之外有灯光 急忙往那里赶去 刚走几步 眨眼看见一个老翁 拖着背 拖着拐杖 在斜路上走得很快 安生停下脚步 正想问路 老翁先发话问他是谁 安生告诉他走迷了路 并且说那边有灯光的地方必是个山村 打算去投诉 老翁说 那不是安乐乡 幸亏我来了 你跟我走吧 我家的茅屋可以歇息 安生非常高兴 跟着老翁走了约有一里路 看见个小村庄 老翁上前拍拍金条门 一个老婆婆出来 打开门问 郎君来了吗 老翁说 来了 走到里边 屋子又矮又窄 老翁点上灯 请他坐下 就叫老婆婆随便弄点吃的 又对老婆婆说 他不是别人 是我的恩人 老太婆 你行走不便 可以叫花姑子来斟酒 一会儿 一个女郎端着韭菜来 站在老翁身边 水汪汪的眼睛斜过来 向安生顾盼 安生看他 年轻貌美 简直跟天仙差不多 老翁回头叫他热酒 内房西角 有个煤炉 女郎马上进去拨火 安生问老翁 这姑娘 是老公公什么人 老翁说 我姓张 七十岁了 只有这个女儿 农家人没有丫鬟仆人 因为你不是外人 所以敢让妻子女儿出来 请不要见笑 安生问 女婿家在哪里 老翁说还没有 安生夸女郎聪明美丽 赞不绝口 老翁正在谦让 呼听女郎惊叫 老翁急忙奔进去 原来是酒飞出来 着了火 老翁把火弄灭 苛责他说 这么大的丫头 酒飞得猛 不知道吗 回过头来 见炉旁有个高粱节心扎的侧神子姑 还没扎成 又训斥说 头发都那么长了 才像个娃娃 拿来给安生看 说 贪玩这东西 把酒都热得沸腾了 你还夸奖他 岂不羞死人了 安生细看那子姑 有眉有眼 还穿着袍服 做得很精致 称赞说 哎呀 虽然近乎小孩子的玩具 也看得出他心眼聪明 两人对喝了一阵子 女郎不断来斟酒 甜甜的微笑 一点也不羞涩 安生目不转睛盯着他看 动了爱慕之心 忽然听老婆婆呼唤 老翁就进去了 安生看眉人 对女郎说 看见你仙女一样的容貌 使我魂都丢了 我想请眉人提亲 怕你家不同意 怎么办 女郎捧起酒壶 走向眉炉 默默地向没听见安生的话 问了几次也不回答 安生一点点地挨进内房 女郎站起身来 满脸严肃地神情说 狂狼进门来 要干什么 安生直挺挺跪下哀求 女郎夺门欲出 安生猛地起身拦住 一把抱住他热烈地亲吻 女郎急忙呼叫 连声音也发抖了 老翁匆匆进来问 安生放开手出来 惭愧害怕得要死 女郎从容地对父亲说 酒又废出来了 不是狼君来 救壶就烧化了 安生听女郎这样说 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对他越发感激 不觉神魂颠倒 连到这儿来干什么的 也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假装喝醉了酒 离开了坐席 女郎也走了 老翁给安生铺好被褥 关上门才出去 安生睡不着 天还没亮 就喊起老翁告别 回到家里 安生马上请好朋友 上门去求婚 去了一整天才回来 竟然连住处也没找到 于是 安生叫上仆人背上马 亲自去找 到了那个地方 却是绝壁禅言 根本没有村落 到邻村打听 姓张的人家也极少 安生失望而回 吃不下睡不着 从此得了个头昏眼花的病 勉强喝点汤水薄粥就要呕吐 昏迷中常常呼喊花姑子 家里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能整夜围在他身边侍候 眼看着 病是危险了 一天夜里 守护的人又困又累 都睡着了 朦胧中 安生觉得有人摇他 略睁开点眼 却是花姑子站在床前 不觉神志清醒起来 他盯着女郎 眼泪刷刷地躺下来 女郎低下头笑道 傻孩子 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呢 说着就上了床 坐在安生的腿上 用两手按摩他的太阳穴 安生只觉得有股冰片射香的奇特香气 扑鼻而来 浸入骨髓 按摩了好一阵 安生忽然觉得满头大汗 渐渐全身都汗淋淋的 女郎小声说 屋里人多 我不便住在这里 三天后再来看你 又从绣花衣袖里拿出许多蒸饼放在床头 就悄悄地走了 半夜 安生消了汗 想吃东西 摸过饼吃起来 也不知里边包的是什么馅 只觉得非常干美 就一气吃了三只 又用衣服盖住剩下的饼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八九点钟才醒来 身上轻松地像卸掉了一副重担 三天后 安生吃光蒸饼 精神倍爽 就打发走家里人 又担心女郎来进不了门 就偷偷溜出院子 把门栓全都拔开 一会儿 女郎果然来了 笑着说 痴狼君 不谢谢医生吗 安生高兴极了 抱住他亲热 两人非常恩爱 亲热之后 女郎说 我冒着危险 蒙着羞辱跟你相会 是为报答你的大恩罢了 实在不能跟你结为夫妻 希望你早做打算 安生沉默了很久 问 我与你家素不相识 在哪有过交情 实在回忆不起来 女郎说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安生坚持要求永远相好 女郎说 总是夜里私奔 固然不行 永远结为夫妻 也不可能 安生听了 闷闷不乐 女郎说 一定要永远在一起 请你明天晚上到我家来 安生这才转杯为喜 问道 你家离这路途很远 你小脚伶伶的 怎能说来就来呢 女郎说 我根本就没回家 东头那龙老婆婆是我的姨妈 为了你 我在她家住到现在 恐怕家里要怀疑责怪了 安生和女郎合盖一条被子 只觉她气息肌肤 无一处不香 问她 你熏的是什么香 都香得入肌透骨了 女郎说 我天生就这样 不是用香熏的 安生更加惊奇 早晨 女郎起身告别 安生担心去时找不到路 女郎约好 在路上相后 傍晚 安生骑马去张家 女郎果然等候着她 两人一块来到上次的地方 张老翁和老婆婆 欢欢喜喜出来迎接 端上酒菜款带 没有山珍海味 全是各种各样的山野土产 吃过饭 请客人歇息 女郎一点也不朝安生看 安生很有点疑虑不安 夜已深了 女郎才来 父母唠唠叨叨叨 总不睡下 老你久等了 两人缠绵了一整夜 女郎对安生说 今晚的相会 就是永久的分别 安生吃惊地问她原因 回答说 我父亲因为小村估计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 跟你相好 尽这一夜罢了 安生舍不得放她走 翻来覆去 悲伤不止 难分难舍之间 天渐渐亮了 突然 老翁闯了进来 骂道 丫头 玷污了我家清白门风 让人羞愧死了 女郎惊慌失色 匆匆跑了出去 老翁也出去了 一边走 一边骂骂咧咧 安生心惊胆怯 无地自容 偷偷跑回了家 一连几天 安生都徘徊不定 那心情几乎日子都没法过了 就像夜里去张家 跳过院墙 丑机会和女郎相会 老翁原说过 对他家有恩 即使事情泄露了 想来该不会过分谴责 于是就趁夜急奔而去 在山中转来转去 迷迷蒙蒙 不知道了哪里 他心里害怕 正想找回家的路 忽然看见山谷里 隐隐约约 有房屋住家 高兴地跑了过去 这间墙员高壮 像是官宦人家 几重大门还没有关闭 安生向看门地打听张家的住处 有个丫鬟出来问 黑夜里 什么人打听张家 安生说 张家是我的亲戚 我一时迷失了去他家的路 丫鬟说 你这个男子不用问张家了 这是花姑子的旧母家 花姑子现在就在这里 等我去向他禀告 进去不一会儿 丫鬟就出来邀请安生 才走进廊里 花姑子快步出来迎接 对丫鬟说 安郎奔波了半宿 想必已经又困又乏 快伺候他歇息 一会儿 安生和花姑子手拉手进了帐子 安生问 旧母家怎么没有别人 女郎说 旧母到别处去了 留下我替他看家 有幸和你相遇 难道不是前世姻缘 但在依偎的时候 安生觉得他身上 很有股山腥气 心里怀疑有点不对劲 女郎抱住安生的脖颈 猛地用舌头舔他的鼻孔 安生觉得脑子 像给什么扎了一下 他吓坏了 急忙要逃跑 身子却像被一条粗绳子 捆住了 一会儿就迷迷糊糊 失去了知觉 安生不回家 家里追寻的人 把人际所到之处都找遍了 有人说傍晚在山路上碰见过 家人进山 只见他赤裸裸地死在悬崖下 惊骇诧异 却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就把他抬回了家 大家正围着他哭 一个女郎来吊丧 从门外嚎啕着进来 他安抚着安生的尸体 按耐着安生的鼻子 眼泪都滴落到鼻孔中 嘴里呼喊 天哪 天哪 你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 痛哭的声音也嘶哑了 好一阵子才罢 他告诉安生家里人说 平放七天 不要入恋 大家不知他是什么人 正要开口询问 女郎态度高傲 也不失礼 含着眼泪尽自往外走 大家挽留他 他头也不回 跟在他身后 转眼就不见他的身影了 众人怀疑他是神仙 虔诚地遵照他的话办了 夜里 女郎又来 像头天一样痛哭 到了第七天晚上 安生忽然苏醒过来 翻转身子身影 家里人都惊住了 女郎进来和安生相对哭泣 安生举起手 挥了挥叫大家出去 女郎拿出一束青草 煎了一声汤 靠近床头 为安生喝下去 顷刻 安生就能说话了 他叹息说 哎 再一次害死我的是你 再一次救活我的 还是你呀 他向女郎叙述了遇到的情形 女郎说 这是蛇精冒充我呀 那时你迷路看见的灯光 就是这个东西 安生问 你怎么能起死回生呢 莫非是仙人吗 女郎说 很早就想说 怕你受惊吓 你还记得五年前 曾在华山路上 买下猎人捕获的张子 把他放了的是吗 安生说 是的 有这回事 女郎说 这张子就是我的父亲 以前说你对我家有大恩 就是为这个缘故 你前两天 已脱身到西村王主郑家 我和父亲到阎王那里告了一桩 阎王也不发善心 我父亲情愿毁掉道行 代替你去死 哀求了七天 才让他抵了你 今天我们还能相见 是幸运罢了 但是你虽然活了下来 必定落下个麻痹的后遗症 需用蛇血 合在酒里喝了 才能除掉这个病 安生恨得咬牙切齿 却担心没有办法捕捉蛇精 女郎说 这不难 只是多杀害生命 连累我百年不能升天 蛇洞在老牙里 日落石 可在洞口堆积茅草 放火焚烧 外边用强弓做好防备 就可以擒获着妖精了 说完 想安生告别 我不能终生侍奉你 实在是悲哀 但是为了你 我的道行已损坏了七分 请你怜悯谅解吧 近一个月来 觉得腹中微动 恐怕是有了身孕 是男是女 一年后会送给你 说完 流着泪走了 过了一宿 安生觉得腰部以下 全都失去了知觉 抓挠不觉得痛痒 就把女郎的话 告诉了家里人 家人到山崖去 按照女郎说的 在洞里烧起大火 一条大白蛇 冒着火焰冲出洞口 几张弓 一起发射 把他射死了 火熄进洞 大大小小几百条蛇 全都烧得焦臭 家人回来 用蛇血 祸酒给安生喝 安生服了三天 两条腿 渐渐能够转动 半年后 才能下床 后来 安生独自走在山谷中 遇见张婆婆 把个包着小辈的婴儿 交给她说 我女儿问候郎君 张生正要询问 转眼 老婆婆就不见了 打开包背 一看 是个男孩 抱回家去 竟不再娶妻 一时事说 孟子认为 人和禽兽 差不多少 不同的是 人有人义之心 我看 这不是定论 蒙受别人的恩德 一辈子牢记不忘 在这方面 和禽兽相比 人要感到惭愧了 至于花姑子 开始欲聪慧于憨厚 最终 即深情于淡薄 由此可以推知 聪明道顶就憨厚 感情至深 就甜淡 这就是仙人吧 这就是 仙人吧 这就是仙人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